大家好,Poco.com教会大家介绍英文文法实态现在完成进行式 首先现在完成进行式的要点为第一个句子结构主词加上动词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句子结构 可以参考我们YouTube提供的八大词性五大句型 了解各种不同的句子结构的句型 第二个为主词动词一致性 在选择使用任何的文法实态的时候 如果你的主词为单数型的时候 你的动词就要跟着变为单数型的使用方式 如果主词为复数型 你的动词就要跟着为复数型的状态 达成逐动词一致性 第三个呢 现在完成进行式的句型为has have加vin加v ing 去达成现在完成式的句型 第四个我们使用时间表过去现在未来 来代表我们的使用的文法的时态 所以呢现在完成式为过去的时间点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时间点 我们就会使用现在完成进行式 所以现在完成进行式呢 代表是某一个活动开始于过去 并且持续到现在的持续状态 这样我们就使用现在完成进行式 现在完成进行式呢 我们会使用的直数句否定句 疑问句的句型我们该怎么套用呢 首先第一个主词的部分呢 如果是he,she,it或单数型的主词 我们就使用has加min加v ing 如果主词呢是are you with that 复数型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have加vin加v ing 如果否定句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has not been加v ing 如果呢我们主词会复数型的时候 我们就用have not been加v ing 若为疑问句的时候呢 我们将has摆到前面来 或者是have摆到前面来 接上我们的主词 加加min加v ing 就达成疑问句的状态了 再来现在完成进行式 我们常常会与下列的做零用 首先呢是since加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何谓特定的时间点呢 例如特定一个年 1989年 特定的一个时间点 Next Sunday 特定的一个时间 10 o'clock 所以since要加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所以I have been sitting at my desk since 7 o'clock 我呢从7点 自从7点开始哦 我一直持续一直持续的 坐在我的桌子前 持续到现在依然如此的时候 我就使用现在完成进行式 for呢则加一段时间 例如2 weeks 两周 5 years 5年 所以呢 这边我使用 I have been sitting here for 2 hours 我坐在这里呢 从过去的时间 一直延续到现在 总共坐了两个小时 但是你不能讲说 I have been sitting here for 2 weeks 那就很惨了 你坐在这边坐了两周 代表你是没有起来的哦 所以呢 这边在使用现在完成进行式的时候 是代表某个时间一直延续的 我是没有间断的状态 一直持续的进行到现在为止 好 另外一个呢 是all day all morning all week 整天 整个早上 整周 it has been raining all day 今天呢 一整天 代表是从过去 比如说今天早上一直下 下到现在 假如是下午的午点 它呢 是持续没有间断的 一直滴滴答答 一直的下雨 下到现在还在下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使用 现在完成进行式 另外呢 现在完成式 和现在完成进行式 有什么区别呢 基本上呢 这两个都是可以使用 表示持久多久的一个观念 所以它是有延续性的东西 是从过去一直延续 到现在一个时间的观念 但是呢 唯有在动词能用 以表示目前持续性的活动 或情况会规律的 经常的 惯常性的发生 比如来讲 什么叫唯有某些动词 像是live 生活在这边 work 工作 教书 读书 玩游戏 这种是一个可以持续性的活动 而且呢 它可以经常性 比如说可能每周 的周末我去打篮球 可以作为经常性的一个活动 或者我们每天从周 每天都在读书 这也是一个惯常性的一个发生的事情 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两个时态都可以同用 比如说呢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iving here 你住在这里有住多久 这边我使用的现在完成进行式 那跟how long have you lived here 也是代表呢 你住在这边住了多久了呢 一样都是从过去到现在 那这两个句子呢 是可以互通的 并没有对语错的问题 所以呢 这里两个时态都是代表持续多久的观念 接下来为我们实战题 首先第一题呢 Tim and Gina 自从晚餐之后呢 Tina和Gina呢 一直坐在那里 所以这边呢 我使用现在完成进行式 所以呢 Tim和Gina为两个人 所以我们用have have been 动词为sit 所以我变成进行式 sitting have been sitting there since after dinner 第二题呢 Mary her nose all morning 整个早上 所以呢 我可以使用的是 has been 再加reviewing her nose all morning 第三个呢 he stand there for over five hours 他站在那边超过五个小时了 所以这边我可以使用的是 has been 再加standing 加ing there for over five hours 好 这里呢 这三个句子 基本上都可以使用 现在完成式去做替代 因为他的动词呢 基本上都是代表一个持续性的状态 所以呢 他是可以 其实可以是互通的 以上呢 是我们的现在完成进行式的介绍 谢谢大家